大家好 今天由我来分享 我们在提起行政诉讼 起诉的过程 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些基本事项 如果成为职业律师 然后有在从事行政诉讼方面的 实务工作的话 基本上有三年律师经验的人 应该就会有蛮清楚的理解 那我今天就有点是野人献破 把这个其实大家都比较共同都知道的 这些基本事项来趁今天这个机会 做一个整理 也让社会大众然后有兴趣的这个学员们 来对这个主题可以有一个概括式的了解 也可以借此就是知道我们国家这个行政诉讼 相较于民事诉讼跟行事诉讼 那我们的行政诉讼基本上 它的一些内容 然后目的是什么 那实务的运作又是如何 好 那今天既然讲行政诉讼 那就必须要说明到底什么是行政诉讼事件 行政诉讼法第一条 它就有规定到 行政诉讼是以保障人民权益 确保国家行政权的合法行使 然后增进司法功能为中指 那从这个简短的这三句话 其实它也很简要的去说明了我们行政诉讼的一个目标 跟内容是什么 行政诉讼其实是民告官 人民去以这个行政机关 国家为对象所提起的一个诉讼 目的是为了要保障自己的一些属于公法上的权益 有可能是向国家请求什么 然后没有被国家允许 或者是国家因为一些行政法上的事件 类似说环保的财阀或者是课税等等 对人民做了一个处分 那人民对这个处分的内容感到不满意有不服 那就可以以国家机关为对象去提这个诉讼 那在行政诉讼上面它更重要的是 其实它的目标或者它的功能的一个重要功能 是在于它是为了要确保我们国家的行政权的合法行使 我们国家的宪法的基本架构是五权分立的架构 那其中最重要的三权是行政立法跟司法权 我们这三个权力是相互制衡监督的 那立法权它是作为第一个监督者 透过行政要做任何事情它一定要按照法律 这就是我们法律保留原则的精神 那一定要按照法律 所以透过立法权的这件事情 可以对行政权做第一个层次 第一个层面的监督 法是这样定 那到底执法的过程有没有符合法律保留 有没有按照立法的意志来做 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有 有人觉得没有 那如果有所争议的话 那接着就会由司法途径来做第二层次的 第二层面的一个监督 它会来监督行政权 在一般行政事件里面 它的一个执法的过程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违法 那这个就是司法来做最后层面的监督 那行政诉讼其实就是这样一套的流程 那后面有提到可以增进司法功能 那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透过行政诉讼 其实它有一个监督政府 还有保障人权的这样功能 这是我们行政诉讼一个最重要的 它最重要必须要发挥的功能这样 好 那什么会被归属行政诉讼事件 然后是行政诉讼法里面 所要去处理的这个事件 其实基本上属于公法的争议 都可以称呼它是行政诉讼事件 但是在一些法律里面 它有把属于公法的争议 但是它却把这个审判权 管辖的这个部分移转出去的 移转给一般民事法院 或者刑事法院去处理的 有一些法律有这样规定 所以公法的争议很广 但并不是所有的公法争议都会 都会是要适用我们这一步行政诉讼法的 那类似像什么样的公法争议 其实并不是在行政诉讼程序里面解决的 有所谓的政党违宪解散事件 那这个事件目前就是由我们的大法官来做 还有一些就是选举罢免的诉讼 那这些诉讼的处理 有些是到地方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 还有国家赔偿的事件也是民事法院 那当然行政诉讼法的第七条里面 也有可以提起国家赔偿的诉讼的这个功能 但是它是附属在行政诉讼事件里面的 那所以我们除了一些法律特别有规定以外 基本上原则上这个公法上的争议 都可以适用这一步行政诉讼法 那行政诉讼的类型 在行政诉讼法第三条就有去定名了 那一个是撤销诉讼 一个是确认诉讼 再一个是给付诉讼 那后面我们会讲这三个诉讼的主要的诉求 跟内容是什么 那第一个是撤销诉讼 其实国家最常对的民作就是他会去发一个公文 然后那是一个行政处分 我们就以环保的事件来讲好了 他今天如果发现说 某一个工厂他可能排放的废水有超过标准 有超过这个放流水标准 因此违规的话 他会根据水污染防治法里面的相关规定 这时候应该说这时候这个地方的 地方的行政机关或中央的行政机关 他会发一个处分 一个罚款的处分 来给这个人民这个工厂 说你有违规的行为 那依法你应该要付多少的罚款这样 然后也请你立即停止这个行为这样 好那这个通常收到这个公文的时候 因为对人民会产生一定的规制效力 所以我们会称呼这个东西叫做行政处分 那如果我认为说国家或行政机关 今天做的这个行政处分的内容是有问题的 我会就有问题有违法 我就会去骑一个诉去请求撤销这样 那这就是我们撤销诉讼的内容 他的课题一定是要针对行政处分来提出 那下一个是科与义务诉讼的话 他是反过来是我们可能是有一个公法上的请求权 要求国家的机关应该要去做成一定的处分内容 比如说我今天依这个水污染防治法 我可以请求你核准核给我一个水污染防治措施的许可证 可是机关一直都没有做或者做出来的并不是我要的这个许可证 那我的目的除了是可能一个是他没有做 那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可以对我做成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 这是一个 那有一个可能性是他做了 可是做了并不是我认为怪怪的不合法 或者没有完全的满足我的请求 那有时候这时候我会请他再去补做什么行政处分 或者是你必须你请求机关先撤销掉原本他做错的那个处分 然后重新给你一个正确的行政处分 那这个时候这是我们科与义务诉讼的一个表现的形式 就是这样子的内容 那第三个种类呢是确认诉讼 他是在有一些行政处分 他有明显的违法的情形 比如说这一个裁罚的事件 他并不是中央的机关的管辖的范围 可是中央机关却突然对我发出一个行政处分 然后我认为这个根本从失误管辖的部分就有严重的问题 那有时候这样的问题其实他就构成了一个比较重大明显的瑕疵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请求确认这一个行政处分是无效的 那或者是确认工法上的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 或者是说确认一个行政处分 因为这个行政处分他已经执行完毕 那我们在可能比如说我是一开始先提一个撤销诉讼 但是在这个撤销诉讼的过程当中 这个处分可能已经执行完了 像是厂商他们被特定的机关一 这个政府采购法的101条的规定被停权一年 停权一年 那他认为说我又没有违规 我并不符合列入这个不合格厂商的这种室友 但是却被列进去了 甚至对我做成一个停权处分 意思说我未来一年内都不能去投标任何的这个政府 政府的采购案件 那所以我因此先赶快提了一个撤销的诉讼 结果呢提的过程当中 这个诉讼可能省得比较久一点 所以他大概过了一年一年多才审完 甚至一年半都还没审完这样 可是停权的期间只有一年而已 所以在等于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 这个处分其实就已经执行完毕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法院就可以说 你都已经执行完毕了 不用再来打了啦 这个没有意义 那并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即便这个处分已经执行完毕了 没有回复原状的可能了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实意 就是确认当时行政机关对我做的这个处分 是一个违法的处分的这个实意 所以这个时候撤销诉讼就会转换为确认诉讼 那这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 确认已经执行 而无回复原状可能的行政处分 这次也是确认诉讼的一个范围 那还有一种是 确认已经消灭的行政处分违法 这也都是我们确认诉讼的范围 那第四个 第四个或许有点熟悉又不太熟悉 它是指这种一般给付诉讼 也就是说我们请求国家来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 但这个东西并不是行政处分 如果是请求国家做成行政处分的话 那就是提课语义务诉讼 那但是你也有可能请求国家是 直接给你什么样子的财产上的给付 请它直接给你多少钱 比如说公务人员的保险 然后或者是说我有什么资料 我想要请国家直接机关里面直接删除 而这个删除是一个事实行为 它并不是一个处分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要请国家去做特定的作为的话 那时候我们会透过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的一般给付诉讼 来做这个请求 那另外是在我们跟国家之间 其实有时候会去签立一个契约叫做公法的契约 行政契约 那在这个行政契约上面所任何的 产生的任何的给付的问题 我们也会就直接提这个一般给付诉讼 来向契约的对照来做请求 有可能是国家跟契约的对照 也就是人民来要 或者是人民跟国家来要 那这个时候就提起一般给付诉讼 那这几个诉讼呢 为什么诉讼类型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在学校有修行政救济法的课程 也可能刚好就上到行政诉讼法的第八条 就后面就没有机会再听到了 对那实务上你会慢慢了解 为什么我们其实也上完了前面这几条的规定之后 某程度其实对行政诉讼就算有一个很很基本的了解 那这个后面会讲到 那其实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区分这些诉讼 因为有一些诉讼是有所谓诉讼前置程序的要求 有一些没有 像撤销诉讼跟客与义务诉讼 他们都有诉讼前置程序 也就是诉论程序的要求 但是确认诉讼跟一般给付诉讼是没有的 那这是在诉讼的类型上面 而为什么要做区分的原因 那所以在人民在一个公法事件当中 你起一个行政诉讼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请求内容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到底想要跟国家要什么东西 那你要什么东西你要先去界定好 界定它的分类之后才不会走错途径 好那这个我后面再慢慢一个一个来讲 那接下来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关于我们这个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一般也有称为是先行程序的 这个指的是说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 其实有些先行的程序或前置程序必须要先提起 要先被满足 那如果说提起的结果仍然不利的话 那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那这个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呢 一般就是宿愿 宿愿程序 那宿愿程序的提起就是在 通常是收到行政处分决定书的30日内要提起 这样 那在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公法的案件里面 在前置程序的前面可能还有一个前置程序 第一个是像课税处分的事件 我们必须要先提起复查 那复查未果之后也才能再提起宿愿 然后宿愿也没有得到有利结果之后 才能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那像土地征收补偿价额的核定的部分 应该是要先提起意义 接着是提起复意 那再来又是提起了宿愿 那宿愿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才能够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呢在政府采购的事件 因为政府采购事件会区分为两个阶段 前面是属于招标审标决标停权的争议 那后面则是履约的司法争议 那关于前面这个招标审标 决标停权的争议 公法的争议部分 在行政诉讼的这个前置程序呢 就不是宿愿的 而是先提起意义 然后接着再提起申诉 那申诉如果没有获得这个有效的救济呢 后面就可以直接取代掉这个书愿程序 那直接就在后面提起行政诉讼就可以了 那像是这个教师升等的事件呢 在诉讼的前置程序上可以采行走申诉或再申诉的这个途径 或者也可以走宿愿的途径 那这边是折衣的 就是说提起的 比如说完成了申诉再申诉之后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就不需要再经过诉讼的 那在诉讼的前置程序 有一些例外的状况是指说 可以拿到处分书之后 在两个月内就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而不需要再有前置程序的 那首先呢 一个是这个我们目前有 国家有三个独立机关 那这独立机关里面呢 如果是假设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行政处分 目前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条里面 我后面提到的像是广播电视法的52条 或是公平交易法第48条 都有规定到 针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还有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行政处分 可以不用提起诉论 而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那再来呢 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是 经过听证的行政处分 那这边是规定在我们的 行政程序法的第108条 跟第109条 那另外呢 可以不用有诉讼前置的是 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确认诉讼跟一般几步诉讼 这种诉讼类型 它也没有这个诉讼前置程序的一个要求 那下一个就是讲起诉的期限 刚刚的这些诉讼前置程序 它也有他们的期限 也有他们 像诉论 我们收到一个处分的话 一般是在 收到处分的30天内 就是这个诉论的期限 一定要在这30天内提诉诉论 然后收到诉论决定书之后 还是有所不满 那就要再收到诉论决定书 送达次日起 两个月内提起诉讼 好 这个是假设机关有做成诉论决定的情形 但是也有可能 人民提了一个诉论之后 诉论机关一直没有做成决定 那法定是说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不用等它做出来决定 你就可以直接起诉了 对 那这是一个 那如果是没有诉讼前置程序要求的话 比如说你收到公平会的处分书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在两个月内 就要记得赶快起诉了 好 那起诉的期限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 如果没有遵守的话 过期一天或过期两天的话 那当然一定都不行 因为直接驳回 等于这个处分就会确定了 那我们就不能够再有所争执 好 那起诉要向什么法院起诉呢 我们这边先讲第一省的管辖法院 行政诉讼的第一省管辖法院 它主要以现行现在的制度下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台北台中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它是第一省的管辖法院 就直接是高等法院了 好 北中南就有三个高等行政法院 那如果是属于商标专利啊 然后著作所衍生出来的 智慧财产法衍生出来的这种行政诉讼事件的话 归属在智慧财产法院来处理的 应该以智慧财产法院为第一省的管辖法院 那现在智慧财产法院因为跟商业法院就是并在一起 所以就它的名称叫做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 好那第三个呢是为了方便人民 所以有一些事件我们归纳它是检疫诉讼 就是行政诉讼里面的检疫诉讼 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诉的法院 第一省管辖法院不是北中高的高等行政法院 而是各地的地方法院都设有这个行政诉讼庭 比如说台北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 只要是地方法院应该原则上都有设置行政诉讼庭 那他们专门处理的就是行政诉讼里面的检疫程序 那是什么叫做检疫程序 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 就是不管是什么处分 它金额大概在新台币40万以下的 记得不要跑错法院 你要起诉的法院是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 那这个规定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诉讼庭法的第229条 那他就有提到说 第一个是税捐被科除的税额是在新台币40万以下 可是你觉得还是科错了 那这个时候你不要起诉错法院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那应该是要向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来起诉的 或者是罚还 行政机关他所做成的罚还处分是在40万以下的 那也是跟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来提出 然后或者是其他工法上产业上关系的诉讼 这个标的的金额或价额在新台币40万以下的 还有一种认为比较轻微的 就是机关座的告诫啊 警告祭典 既是教女来参加讲习 教女来参加辅导教育的这种轻微处分 那这种处分也是向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来做征送 那还有这个行政收容的事件 还有其他依法应该要 适用简易诉讼程序的事件 那这个部分正巧就是在我们这个 今年就是5月底的时候行政诉讼法有修正 修正就是说它的修正的方向主要是 就像我刚讲的一些行政诉讼庭 其实是散落在我们各处的地方法院 那现在修法的方向 法律的发展方向是想要把它收回来 又要集中 集中在我们的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行政诉讼法 其实已经修正了 那它这个229条它已经修正了 只是它现在还没有实行 未来在明年的8月15号就会开始 实行 那我就稍微讲讲述一下内容 那它怎么改呢 第一个是简易诉讼的金额 被从40万调高到变50万 那还有一个是他们不在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我们 不会在地方法院设行政诉讼庭 把这个东西收回来 收到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在高等行政法院里面设置地方行政诉讼庭 所以未来可能就不会看到 应该就明年不会看到 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 而是进入比如说台北高雄台中的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它会分成两个 一个是高等行政诉讼庭 一个是地方行政诉讼庭 那就是有什么事要行政事件要跑法院 就是直接跑这个这三个行政法院 那原本属于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 来处理的这些简易诉讼事件 未来你就会变成到高等法院里面的 地方行政诉讼庭来提出 这是一个 那高等行政法院里面的地方行政诉讼庭 也扩张了他要审理的事件 并不只限于简易诉讼事件 这次的修法 他把一些过去应该属于通常事件的 其实就是本来是40万以上的这个事件 我们就是叫通常诉讼程序事件 那这本来管辖的是一般的高等行政法院 那现在他把他们定了一个新的规定 如果诉讼标的是在150万元以下的税捐或罚款 或者是其他处分的话 这些150万元以下 然后50万元以上的事件 虽然不属于简易事件 可是他的第一省管辖法院 会是高等行政法院的地方行政诉讼 我再讲一次 这些是50万以上 应该就是通常诉讼程序事件 可是你的诉讼标的金额 却又在150万元以下 那在这个区间的事件 不会由高等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庭来处理 而是由未来的高等行政法院内设的 这一个地方行政诉讼庭来处理 好 那这个管辖法院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好了 这个法律问题是这样的 有一些行政处分他其实罚款的金额 有像雇主违反这个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有时候他金额罚的比较少 可能罚的是10万 但是他的内容可能会 处分的内容还会包含的说 他要公布这个事业单位 跟这个事业组的名称 那这个时候他的罚款金额是10万 那以限制来讲就是他就是在40万以下 那是不是要进入简易诉讼呢 那这个就有疑问 可是其实处分的内容又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 这个事业单位的名称跟事业组名称都会被公布出来 那在102年的这个行政法院的座谈会里面 他们就最后做个决议 针对这个问题呢 认为因为不只是说罚款10万的问题 他还有公布事业单位或事业组的名称 那这个时候这个处分而言 这个内容对于事业单位影响是大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部分应该要去适用 这个通常的诉讼程序 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也也确实就 这部分的处分内容并不是行政诉讼法第229条 二项里面锁定到适用简易程序者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有这个部分 所以最后还是认为说不能走简易诉讼程序就好 不能只看罚款的部分 而应该要看后面这个处分 然后把它拉到通常诉讼程序来进行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有时候进口一个物品 那这个物品在海关那边 会被认为说有违规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除了处理罚款以外 海关通常会做的行为就是 他会顺便把这个东西没入 就有点是没收啦 你就拿不到这个货物了 那会没入货物这样 好 那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行政诉讼法的229条里面 第二项它并没有规定说 末路是属于简易诉讼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处分内容 就会想说那如果我要争执的话 我要提起的这个法院 第一省管辖法院 它应该是走通常程序吧 通常诉讼程序吧 所以就会向高等行政法院来提 可是实务上就可能 不同法院会有不同的见解 那他们有的法院会认为说 被末路的这个货物 他又没有很值钱 比如说是这个货物可能 价值根本不到40万元 他大概也才3万块2万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 表面说末路这样子的一个处分 没有被规范在229条 就不适用简易程序 你应该看的是 这个被末路的货物它背后的价值 如果这个财产的价值是低于40万的话 那应该还是要走简易程序吧 所以也有一说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这个画面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假说 那在最后 其实这个问题 102年的时候是有点真实不休 没有比较没有定论 那后来到了109年就比较明朗了 那决议就是财假说 也就是不只是看末路处分 而必须看末路的处分 他问背后这个 他这个货物的财产价值是多少 要从这个财产价值来判断 他到底应该要走的是 通常输送程序还是这个简易输送程序 那这是管辖法院的问题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起诉状 上面到底告的人当然是提告 我刚刚就说是民告官嘛 所以提告就是人民 那对象就是官 那你对象一定是要以被告机关 以刑任机关为对象 可是不是所有对外发文的单位 都会是具有机关地位的 那我们的行政程序法上面 有对行政机关它有一个定义 它什么叫做行政机关 代表国家或地方知识团体 或其他行政主体 表示意识从事公共事务 具有单独法定地位之组织 那被认为是器官 这样好像也还不是很明白 对它到底是指什么内容 那看教科书 其实都会看到一个判断标准 说如果这一个单位 其实有独立编制人员 或者是预算的话 那通常就会是机关 那这样还不够清楚 一般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去看看 有没有它的组织法规 我要确认 我要起诉请要确认说 这个我要告的这个对象 到底是不是个机关的时候 我会先去Google一下 这个机关本身有没有 它自己的组织法或组织条例 那基本上假设有组织法 或组织条例的话 那几乎就可以确认它 确实就是机关了 那所以有时候你们去看 你不会看到像营造 公业的审议委员会的组织法 或组织条例是找不到的 或者是采购申诉 审议委员会的组织法 你也找不到 那通常这些单位 其实他们像 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 它就是在政府采购事件 申诉阶段去做成这个 申诉审议判断的单位 但是最后我们如果对这个 申诉审议判断有疑问 要去争执的话 我们并不会以申诉审议委员会 为被告机关 而是以申诉审议委员会 它所隶属的那一个行政机关 假设是高雄的话 高雄的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 它是隶属于这一个高雄市政府下 所以我们会以高雄市政府 作为被告机关 那这个是为什么要特别讲的 因为有些人在告的时候 会告出名 你要告的是一个机关 但是却去告到里面的委员会 那这样就会有问题 有时候法院是会要求你补证的 好 然后另外一个 在机关的争议里面 还有一个情形是 其实这已经有点久了 过去五都还没有升级为直辖市之前 有很多地方政府 它的里面的这个什么什么局 消防局、环保局 都只是算是内部单位 没有办法具有机关地位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假设针对它处分 有要以这个机关为被告的话 通常都是要对市府来提 而不是针对它的下面的所属的什么局 来提出 那后来在升格之后 其实 变职辖市之后 他们通常都会 这些是地方的政府 他们都会去做一个 概括的权限的委任 以依这个行政程序法的第15条的规定 上级机关可以把它的权限委任给下级机关来做 然后只是你要符合一定的程序 你要经公告 而且要把这些刊登在政府采购公报或新闻纸上 那授权给下面的单位之后 这个单位因此 获得这样的授权 而成为了一个居民的机关 所以通常在这个五都或甚至六都直辖市政府里面 我们就被告的时候 要告的时候我们不会再以市政府为被告 而是会以它下面的 直接是它的环保局啊 或它的消防局 或它的都市发展局 为被告机关 那还有一个是在被告机关 在起诉状况写被告机关的全称的时候 要特别去注意的 要去注意他们名称 有的人会写错 会写去公平交易文会 他会写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 那这个并不是它的正确名称 那你说什么时候要加行政院 什么时候也不要加行政院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有的 像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它就有行政院三个字 那我不认不不确定为什么有的会有 有的没有 但是一个很好的查证 查证的标准就是你去看 记得要确认这个组织的名称的正确性的时候 就是去看它的组织法 到底是怎么定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起诉状上面写这个被告机关的名称 写对以外 还要都要记得写上代表人 那这个代表人 看新闻常常会看到看到说 可能代表人有时候会换 就是说今天谁谁谁当了部长 谁谁谁卸任了 这样子 那代表人要怎么确认 那我的做法通常就是我只要在起诉前 我一定还是会上这个机关的网站 再次去确认他们现在的代表人是谁 假设你起诉过 起诉完之后代表人变更了 比如说部长换了 那对原告而言是还好 可是对于被告的话 因为你的部长换了 在依法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动作 那个叫做声明承受诉讼 就是要用新的代表人来 新的代表人来接手这个案件 但是你一定要出一个书状去表示 要承受这个诉讼的这个声明要讲出来 那这个当然我们是原告的话就没有关系 可是有些律师他有时候会 会成为机关的诉讼代理 那这个时候千万就是要记得 帮被告机关去做声明承受诉讼这件事情 那最后一个在被告机关这个部分 要特别讲的是 宿院机关他不是我们的被告机关 所以不要把宿院机关列上去 宿院机关比如说我针对行政院环保署的一个处分 有所不满 所以我提了诉讼 那提诉讼之前我一定会提宿院 那对于行政院环保署的处分 我提宿院 这个宿院受理宿院的机关叫做行政院 是他的上级 是行政院 好 那行政院做出来的宿院决定 我还是觉得不满意 我不服 所以我要提了行政诉讼 这个时候我在被告机关里面 我要列的被告机关是原本做成处分的这一个行政院环保署 而不是做成书院决定的这个书院机关 那所以有些人会误列 但是现在情形应该很少 那反正要记得不要列到书院机关 所以他不会是我们的被告机关 那最后就是起诉状上面 我们要来想一下到底数字声明要怎么去撰尼 其实这个行政诉讼的数字声明的撰尼 相较民事诉讼事件要真的比较单纯一点 那说单纯呢 他还是有一些地方要特别去注意的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先来讲讲这个撤销诉讼的数字声明要怎么写 通常就是我们都会这样的 第一庭开庭的时候法官一定会问我们的数字声明 数字声明就表示我们对这个案件的最主要的请求是什么 所以在第一庭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界定清楚 那数字声明通常会是两项 第一项就是书院决定及原处分均撤销 那第二项就会说诉讼费用有被告负担 因为如果真的撤销了 那我们提告的原告就是赢了 那赢的一方是不用负担诉讼费用 而是要有败诉的一方负担 所以我们诉讼声明通常是会这样去写的 那我们不要讨论诉讼费用负担的问题 我们来讨论的是第一项 诉论决定及原处分撤销 我们刚刚前面就有提到所谓的撤销诉讼 是你针对行政机关所做成的一个处分 你觉得不满意 认为它有违法的状况 因此你想要请法院把这个处分撤销 让这个处分的违法效果不再存在 这是当然的在撤销诉讼里面的一个诉求 所以我们一定会写到原处分要撤销 但是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 也会有一个诉论决定 那那个诉论决定想必一定是对原告不利 所以你才会寄而 因为诉论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所以才会再进入行政诉讼阶段 那有一个诉论决定在那边 这个诉论决定是支持被告 他所做成这个处分的 那所以在法律上面我们 为了要使得这个处分的效率 就是完全的彻底的去除的话 我们通常一定会在诉论声明上 会这样写 除了原处分以外 包含这个诉论决定 我们也会要求要撤销 所以声明一定会写 诉论决定及原处分军撤销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这边写诉论决定也要撤销 但被告机关千万不要列疏源机关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要讲这一点的原因 有些人就会想说 两个东西要撤销 那做成诉论决定的单位 也会是被告机关 这是不正确的 那也有一种是 因为原处分整个觉得不利 整个不利 整个不利 所以要全部撤销的 那也有一种是 原处分前面半部 你没有觉得不利 或者是说 你不打算争执了 比如说一个处分 他除了罚缓以外 他可能也同时做成停工的处分 那对于停工的处分 你可能不想争执 你只是对罚缓的部分 你觉得太高了 罚的不正确 有所不满 那这时候你可以只针对原处分的特定部分 也就是说像罚缓的部分 去请求法院把它撤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写法 就会是原处分 关于罚缓的部分要撤销 那当然前面还是要保留 然后书院决定 即原处分关于罚缓部分均撤销 那有一种是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界定 就是说 我们当然可以界定的出来 原处分哪一些的内容是不利于原告的 可是他写在主文里面真的太长了 所以有一种写法是会 书院决定即原处分不利于原告的部分均撤销 我们会这样写 那在主文或者判决里面 他就会详细的写 所谓不利于原告的部分是什么 这样才让说这个声明可以比较简短一点 因此在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通常在第一庭的时候 法官或前面好几庭他一定会向你确认 你要争执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你所主张的不利于你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那这部分也要非常的清楚 那只是我们在说事声明的表达方式 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那还有一种情形是 只针对于书院决定撤销的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 比如说在一个政府采购的案件里面 他当他招标机关 他把一个公共工程拿出来招标之后 有两家厂商一起投标 结果假厂商他被青睐 他就他评选过关 他拿到了这个标案 他拿到这个绝标处分 那这个竞争的仪厂商他觉得不服 他觉得我比较好啊 为什么你选的 你选的假这个厂商 你做成的这个过程有问题 那因为他是这个竞争厂商 所以他其实在这一个招标事件 政府采购事件里面 他是有厉害关系的 这个仪厂商是有厉害关系的 于是他可能提了一个行政救济 他对于招标机关所为的这个绝标决定 绝标给假的这个决定 他感到不满意 所以他提了一个行政救济 我刚讲的应该是要走异议申诉这个 好那他走异议申诉 没想到申诉 还真的给他申诉成功了 申诉的这个单位 你就把它看成也是数院机关好了 那这申诉的申诉审议判断的委员会 他做出来的一个申诉审议判断说 确实这个绝标处分是有问题的 于是他把这个绝标处分给撤销掉 好那当然他撤销掉之后 你就高兴啊 可是谁会很不爽 就是假 假的原本他拿掉一个决标的决定 结果今天却被竞争厂商 透过申诉的方式 然后这个决标处分被撤销掉 所以他一定对这个申诉审议判断是不满的 他会非常的不满 那这个时候他并不是针对原本的绝标处分不满 真正损害他权益的是这个后来的申诉审议判断 那这个时候他就属于这个申诉审议判断的利害关系人 那会针对这个申诉审议判断 法律上可以就单独的针对这个申诉审议判断 去提一个撤销诉讼 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申诉审议判断 其实就是适同宿院决定 那所以实际上你就会发现有些 像尤其是在这种状况下 就会出现只单独针对宿院决定请求撤销 或者是单独针对申诉审议判断请求撤销的情形 而没有看见原处分 那大概是这样 也就是当有利害关系人不服宿院决定的状况的时候 他可以单独的对宿院决定来做撤销 那这是撤销诉讼的 撤销诉讼的一个声明的写法 那再来我们来谈谈客与义务诉讼 他的声明的写法是什么 客与义务诉讼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就是请求这个政府单位 你政府机关你要对我做成一个行政处分 有利的尤其是有利的行政处分 一般不会申请不利的行政处分 对应该这么说 那有一种情形是他你请求了 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做成处分 从来就没有做成处分 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你会先还是会先宿院 但是结果没想到宿院机关也还真的没有做成 做成宿院决定 那这个时候既没有拿到原处分也没有拿到书院决定 那这个时候原告就可以直接向行政法院起一个诉 那就说请求被告机关 被告应该就我什么时候的申请案件去做成一个核准的行政处分 或是什么样内容的行政处分 那这时候声明是我们的最后一项 就是在这一页里面的最后一项 那一般不是这种状况 就是我跟行政机关要求他做成一个行政处分 他做了 他做了他做成什么处分 他驳回我的申请的请求 那这个时候我认为你怎么可以驳回呢 我的请求这么的有道理 然后你竟然就违法的驳回了 于是我一定会先去宿院 然后在宿院没有获得 再去提起行政诉讼 那这时候我们的数字声明 就会有两个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就是你还是要针对他 机关当时做这个处分 把你的请求驳回的这个违法处分 要求要撤销 还是要要求要撤销到原本否准的这个处分 然后请求你被告机关 再针对我当时的申请案 几年几月几日申请案 再去做成核准的行政处分 就是要先撤销掉不利的否准的这个部分 让他回归原点 然后并且同时给我一个合可的处分 那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写法 所以在课语物诉讼的时候 他前面有一半的声明 是会向撤销诉讼的 那所以也为何是说 课语物诉讼一般 有人认为它其实隐含了一种 撤销诉讼的成分在内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不只要撤掉不利你的东西 你最终的诉求是你要要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有第二个声明去写 写说你还是要求被告机关 应该要做成一定内容的处分 那也有可能是机关还是有给你 只是他给你的不够 你没有全面满足你的请求 那这时候我们也会针对 我们没有被允许的那个部分 去请求要撤销掉 那针对这个被撤销的部分 我要求你要再给我 所以这会进入我们第二个声明就讲到了 书院决定即原处分 关于否准、原告、后开声明部分都要撤销 那后开声明的就是指说 我本来可能类似说 可能是要求要100万的 做成合发新台币100万的行政处分 结果只给我50万 那我要求等于我有50万是被否准的 所以我要求要把这个不利的部分撤掉 那你应该再做成 合发这个新台币50万元的行政处分给我 那这个就是算部分 遇到部分否准的状态是我们的数字声明的写法 那另外第三个这个是 书院决定撤销的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刚有讲 它的情形是 应该是你向被告机关去请求做成一个行政处分 可是被告机关没有做 他没有做 所以你等不及了 就一直迟迟都不做 那你就等不及了 于是你去提起宿院 结果宿院决定却认为你的请求是无理由的 就驳回了 那这个时候 你当然只能 请求书院决定撤销 因为没有一个原处分可以要求撤销嘛 所以我要 我要把这个违法的书院决定要求要撤销掉 然后同时 声明说应该就 被告机关应该就我的申请去做成一个核准的行政处分 这样子 那所以第三项的声明就是在讲说 在指的状况就是 原处分机关他没有做成处分 但是书院决定有做出来的情形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在一开始所讲到的 原处分也没有做 然后被告机关也没有做成原处分 然后这个书院机关也没有做成书院决定的状况 当然这比较少见 那这时候你就没有东西可以要撤的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拿到任何处分 可是你就是一直申请的这个事件 就一直没有被准许 那时间到了你觉得忍不住了 所以你就可以去提一个请求 要做成什么样什么样处分的这个诉讼 那相较于第一个撤销诉讼 里面重要的文件是什么 你要起这个诉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文件 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原处分 你要把原处分找出来 原处分一定要附上去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案子里面最重要的诉求 我想要把它撤销掉 那当然因为我们同时提到了书院决定 所以也要记得把书院决定列出来 那在科学书书中重要的文件是什么 原处分的内容还是重要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的申请书 你当时到底在当时你到底申请书写了什么 你想要什么 然后机关给了你什么 所以申请书是重要的 后来机关注成的处分也会是很重要的 那这是在科学书书送里面必备的文件 那后来当然还有所谓的书院决定 为什么要特别提 因为这些东西绝对是在进入行政诉讼 开庭的第一庭都会被问到的 他一定会问你的原处分是哪一个 你的申请书是哪一个 那这个法官才有办法聚焦的审理 所以一定要对这个内容是要非常的清楚 那再来是第三个种类的书士声明 是确认书中的书士声明 那确认诉讼书士声明比较就是跟他的 他所处理的问题是比较直接的连结 就是第一个是确认原处分无效 那或者是确认已经执行完毕 无从回复原状的这个处分违法 然后或者是确认公法上的法律关系不存在 那这个确认诉讼呢 虽然是有这个类型 可是就我的职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很少很少提确认 原处分无效的这样子的一个诉讼 为什么 因为依照这个行政程序法的第111条的规定 他有讲了很多讲了七款行政处分无效的原因 那前面几乎很难发生 很难很难发生 那当然发生的就是完全毫无悬念的这个处分就无效了 那第七个是一个概括条案 他说其他具有重大明显的瑕疵 也会让行政处分直接无效 都不用去请求撤销了 就直接请求说确认这个处分无效 但是我们怎么样认为他有重大明显瑕疵 我们怎么样认为都不重要 其实也是有点难以 我们即使认为他很重大明显 但是可能在法院看来并没有那么明显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就是说我刚刚有讲了 你提起确认诉讼不用经过诉论程序 可是你提起撤销诉讼要经过诉论程序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处分他就是 他就是重大明显瑕疵 他就是我认为他就是无效 我想要直接提一个确认诉讼 确认这个处分无效 我根本不觉得他不需要撤销 他就是一个直接就无效的处分 然后我就直接向法院提了 可是我到法院那边 他认为这根本没有到重大明显瑕疵这样的状况 那他可能就会认为你提这个确认诉讼是违法的 你提错的类型 他认为你应该要提的是撤销诉讼 那这个时候 你要提撤销诉讼 你提错类型就算了 他还认为说尤其你提错的类型 你又没有践行这个撤销诉讼前面所应该践行的潜质程序 也就是诉论程序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这个可能诉讼 真的会被认不受理 所以保险起见 保险起见我们在实际上的做法 很少直接对于一个我认为 违法的处分 确认处分无效 这样子的一个诉讼 通常我们的做法 我们做法 认为他的瑕疵 就算再大 大到他真的可以直接认定他无效 我们还是会先针对这一个处分去把它走这个撤销诉讼的这个途径来去把这个处分给希望把它去除掉 那也因此我们不会直接提确认诉讼 我们会先提一个撤销诉讼 也就是说我不会选择走确认诉讼的这个管道 我会选择走撤销诉讼的管道 而走撤销诉讼的管道我就会先提诉讼 那当然这个东西你到行政诉讼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主张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有重大违法的话 你不妨还是可以这样主张 就是先为先为的声明我会讲说请求确认这个原处分无效 但是被位还是要主张这个请求这个诉讼决定要被撤销 也就是我在这个行政诉讼的请求里面我把这两个都列入 那你说法院会依哪一个先为来判断还是被位来判断 我的经验是就是被位 法院也蛮少直接会认定一个行政处分 确认他就无效的 比较少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这边我自己的实务经验是 我们固然有确认诉讼的类型 但是在确认原处分无效的这一个这个部分 其实比较少提这样的诉讼 那也保险期间也都建议要走 撤销诉讼会比较安全一点 也因此你要践行的潜质程序也都才会践行到 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行政诉讼的起诉上面 提起行政诉讼的一些必须要注意 去注意的这个基本的事项 那起诉之后当然会还有一些要去注意的东西 不过因为时间缘故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边不再去特别阐述 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那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自己在这个行政诉讼上面的一些行得 那谢谢大家播融的收看 跟聆听我们今天的说明 谢谢